眼前被围墙包围的风土堆就是中国的门神玉池靖德墓 谁敢相信在陕西李泉县这条车来车往的马路边 竟然埋葬了1300年前的一位大将军 这也是唐太宗昭陵陪葬墓中的其中一座 这座墓现在看起来十分的荒凉 但在当时这座墓的规格非常高 玉池靖德毕竟是灵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 1971年这座墓被考古发掘 虽然已经多次被盗 但还是出土了国宝级文物墓志 墓志有两盒 一盒为靖德公墓志 一盒为夫人苏氏墓志 墓志虽然很常见 能被称为一级文物 是因为墓志盖上的字体叫非白体 大家看上面刻的是 大唐故司徒宾州都督上驻国 恶国中武功玉池辅君墓志之名 这种非白体是东汉大书法家蔡雍所创 非白体墓志全国也仅有玉池靖德墓志一款 戚风帽难得一睹 因而是一件难得的西式真品 现陈列于昭陵博物馆 玉池靖德于唐高宗显庆三年去世 享年74岁 陪葬于昭陵 后世将他与秦琼一起 成为受人尊敬的门神